6月15号北京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会上北京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徐颖表示 近日北京市连续发生多例确诊病例 已进入非常时期 北京全市社区防控工作迅速进入战事状态 7120个社区村 近10万名社区村工作者 立即投入到抗疫工作中 做好重点人员重点区域的排查和管控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周边 11个小区和玉泉东市场周边10个社区 全部实行封闭管理 正在对9万小区居民进行核酸检测 全市各社区村全面开展敲门行动 通过张贴公告 上门询问 电话微信联系等多种方式 排查5月30日以来 曾去过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人员 近20万 正在以社区为单位 就近安排核酸检测 并进行居家观察 许莹表示 为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社区防控措施也全面提升 目前全市所有社区村都采取 三级应急响应 二级防控措施 一级工作状态 所有卡口均安排人员 24小时职守 恢复体温检测 加强公共部位消杀 暂停开放 文化娱乐等室内活动场所 本社区村居民 本社区村居民凭出入证进入 返金人员需核查形成轨迹 通过精心相助小程序 填报个人信息 快递外卖家政等生活服务业人员 以及其他非本社区区村居民 要进行信息登记 核验北京健康宝 未见异常状态 方可进入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修饰后 北京的蔬菜供应情况备受社会关注 北京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王洪存表示 目前新发地蔬菜供应产生的缺口 正在迅速由其他市场主体填补 一是新发地临时交易场地 新增150亩 由之前的5处增加到现在的6处 今日新发地临时交易场地 蔬菜上市量1800吨 是上一日上市量的1.8倍 二是主要批发市场蔬菜上市量迅速攀升 新发地蔬菜供应产生的缺口 正在迅速的由其他市场主体填补 全市七大批发市场蔬菜上市量日环比 增长了5.5% 三是各大连锁商超继续加大蔬菜 外部调运 各大超市均加强了门店价格管控 保证物价稳定 保证市场供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